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是称归人不归 如今人亦归 且去看一看吧 这个是记忆医生 他云游四海 富甲一方 这天下之大 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可谓是一神人 婉儿见过祖母 娘 她是带着来历不明显 跟朋友是 你就是宋 你们宋家 当真舍得让你嫁给一个死人呢 当初人人都以为你战死沙场 是婉儿顾及两家的情谊 抱着牌位 嫁入我城南侯府 你可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你还有夫人的 早知道我就不跟你回来了 那 我们先行吧 记得希望 见过阿兄 听说刑俭 带回一个身份不明的女子 还给她银钱 由她在侯府闹腾 你可知上经一直都在传闻 这侯府百年清誉 怕会毁在她的手里 阿兄莫及 为了姜宋两家的声誉 婉儿会想办法的 你一个厚宅女子 能想什么办法 来 还是赌那些钱 傍身才是 不要让侯府的人 看清了你 我就说嘛 有人动好命 你应该来人哪 见过夫人 如今承阳侯既已回府 那承阳侯府终贵一事 是不是该交给我妹子了 还有这个本事吗 承阳侯府上下这么多人 她能管好 料理终贵一事 就不劳林姑娘一个外人才行 你常年双军一处 如今把府中的事都交给你 你看这府中 哪个人能服务呢 在这承阳侯府若是退一步 便是认输 那么多店我都管理得很好 一个长阳侯府更是不在话下 就当是管理一个大一点公司嘛 林姑娘云衣未嫁 在府上若是做着世家宗赋的事 外人不免多声口舌 认定林姑娘与夫君无眉苟合 与侯府和林姑娘的名声无意 我就说 你们这些高门贵女最没意思了 不如你们二人同时管家 好为我侯府选一位得到的长家人 你承阳侯府妻人太深 同我妹妹一起管家 怎么你承阳侯是想休妻再娶不成 小宋大人就是说哪里的话 我是看林姑娘 有些巧才 府内事务完咋 多个人得可包反而分担 宋啊 我比你更适合新建戈 若是承阳侯府交由我打理 不出半年 必定转亏为英 为了将送两家的生意 管儿知晓了 这是管家的牙牌 你们一人一个 可这一步是驳不退了 他依那句转亏为引动的心 张家全一心灭了 外面又在闹什么 侍林小姐 她将侯府的下人们召集起来 方卖了不少人 而且还给管事的婆子一份名册 说要用加班制管理下人 给他们分什么早班晚班 这法子 倒是给侯府减少了不少开支 只是此法 平白给侯府添了不少隐患 我之前想着 她会缴些风雨出来 却不想她釜底抽筋 拿了要害 小姐 那可怎么办啊 林小姐这回出尽了风头 她这是要把你比下去啊 恐怕风雨要来了 横指 你去叫哥哥 叫他们把那些下人寻回来 是 果然出了事 侯府下人无故被发卖 侯府名声岌岌可危 外头都在说 江家小姐不守父导 不亦和亲 这到底是哪来的流言 夫人 这都是侯府 麦克希的下人们说的 发卖下人 侯府自开宗立府以来 从不发卖下人的心里 夫人 我裁员是为了开源节流 你说让我们两个一同管家 可是那个宋婉根本都不管事 娘 嗯 同志 你们怎么都回来了 林姑娘不如问问自己 都做了些事 世家大祖从不发卖下人 一来是为了展现其宽容大祖的家风 但更重要的是 若是被有心人拿了侯府下人 编造了一些英文异事 那才真是闯了大伙 还是婉儿懂规矩 要是没了你 这侯府可怎么办呢 长家之权 也有林姑娘一半 婉儿不敢借人 既然林姑娘不懂规矩 不如就跟婉儿 学学规矩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理这个家 林姑娘这孩童行进 叫人看了笑话去 账策我已经看过了 你看得懂章本吗 横指 是谁 进了这批梅子清的布料 就这布 你未免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我朝皇室上清 官员若是用了这梅子清的颜色 意图造反 说 是谁干的 怎么可能会有人承认啊 不承认 我一查账本 便知是谁经手 你该死 你该该死 记忆不小心 犯了这个错误 知错便不要再犯 横指 此事莫要未传 梁管事 听闻你前线日子 老母亲病了 我房中有半只五十年的人生 你若不嫌弃 便拿回去 给你母亲补补身子 顺便静静笑 盛夫人 母亲身体安康 不需要请假归家呀 梁管事 要说以前 府里定然不会出现 梅子清这等要命的料子 我看在你世事攻心 死后就不再追究了 谢少妇 谢少妇 给你 周嬷嬷 奴婢在 听闻你家小儿 五岁便能识上百字 我看这孩子有些灵性 我想着莫要浪费了天赋 不如送到咱们族学中 跟着府里的少爷们一起开盟 说不定能出个小状元 多谢少妇能为小儿寻出路 奴婢以后应会鞠躬尽瘁 马首是咱 一点小事 不止如此 侯府规矩 向来赏罚分明 他莫独职者不容 尽心为独者有赏 从今日起 各处长室交替轮杆 尽心向管事汇报 谢谢 下去吧 给侯府众人立规矩 明赏罚 算是挽回侯府百年轻日 我倒是小瞧你了 你惯会难捏人心的 林姑娘 关你言行 不依规矩 不受约束 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 你似乎对我很不认可 今日我不过是依着府中的规矩 对犯错的人小惩大见 不值得你费心针对 我记得你想ぎ 将兄的夫人确实有才能 这府中的下人瞧着 也都规矩了不少 他挑的 规矩是好啊 但也无趣 不如悦儿的帅行 潇洒 令人自在 不知道萧兄 喜欢怎么样的姑娘 萧某无才 若是身边 能有如令夫人这般 顾全大局的女子 此生也足矣 不知萧兄 在下听闻 君上特许了江飞回府省亲 这下侯府 可要热闹起来了 不知萧兄前几日讲的 明俗公益品 准备得如何呀 我已命人送到府上 希望到时候 一切顺利 多迪风云在起 江飞有五皇子 我姑母有三皇子 皇子相争 我唯愿 对你家庭安 祖母母亲 女儿你回来了 不会是平长府的前进 聪慧贤疑 持家有道 贤姐 你有此之期 是我毫福之幸 姐姐 进去说吧 那林家月手里的火器 如批量生产 真如你所说 和一山平海 弟弟见过 波你在边关 沉默多年 若有此物 皇上会更加器重我 重量狗府 更加器重我孩儿 凭张府 是三皇子的势力 送完已是 如今是夺底之争 切莫让他执张侯府 你可明白 弟弟明白 干磨 开瓶门 。 wię Pick supported hip 你我夫妻 怕是做不成就 江菲娘娘三王子和五王子被谁吃了 暴露 是实在本宫眼皮疙瘩动手的 江菲娘娘太子醒了 什么 事情成了 殿下 今日有人 彭梅挺动手 军尚 未曾受伤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这么多人动手呢 军尚虽然没事 但是三皇子和五皇子找遭罪了 军尚引下力 包围了侯府 任何人 不得亲属 三皇子也被劫持 那这动手之人 正是 江行解 他果真是不念夫妻情义 连岳家侄儿也能动手 你派东厂暗探去侯府盯着 要是 让他们保住送晚 睡 怎么样 军尚会不会怪罪侯府 万幸的 嘉月手中有火器的配方 再加上表姐从中莫选 军尚 没有怪罪侯府 林丫头 好啊 三皇子如何了 你眼里尽是你们宋家人 你是盼着五皇子出事吗 行简不过是跟林丫头 走得近些 你心动不快 这也罢了 可如今 豪府遭难 你问也不问 只知道问你表弟 你关心过侯府吗 家月手一旧 而你呢 占着夫人的名声 有何用呢 原来如此 我早就已经是程阳侯府的敌人 从今儿时 钟馗这是交友母亲 而你 在房间 好好休息吧 我知道我与江行简之夫妻 做不长久 勤奋彻底断 小姐 咱们可要想想办法呀 马尔 少爷 你来得刚刚好 快帮小姐出出主意吧 下去吧 马尔 三皇子找到了 只是 千百怎样 破想严重 怕是难以继承大堵 是江行简做的 苦民教育 欺上往下 脚炎伪心 必不无耻 阿兄 我要同他和离 你说什么 和离 江行简 这承阳侯夫人的身份 我撑不住 也担不起 不如让给旁人 胡 张行简做实阴隙 罔顾君子之意 你说合理就合理 你把承阳侯夫和平征 面子往哪个啊 面子 你对三皇子 做了什么 可笑的事 我一直把你当做坦荡君子 却曾想 你现在形势愈发不堪 不提于女子无谋苟合 便说如今 你怎能对千百下得了毒手 三皇子伤不是我的本意 我不知道我姐姐她 我忘不到十岁 小五呢 你等你宋子办事如何妥当我 孤母同江妃不得不证 江妃为夺底一直打压于我 我可曾为此迁怒过你 我可曾对五皇子生过什么恶心 无期一提 便是三五要征 我一将承阳后府放在心上 可你承阳后府是如何做的 反而其实 孤母同江妃如何都把我们过分 但江妃姐你所改知 但凡你插手此事 你我 恩断义绝 怎样 吓死我 这一刀 是提千百还你的 你我此生 不复相见 想我死 请恨我至此吗 我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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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想了 我 我 我乃平章府妮女 今日我若出不去 我就死在这里 我看你们怎么向平章府交代 反而回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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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 今天离开了我神龙 就永远离开了吗 我告诉你 你嫁入我侯府百年之后也要站在我家 当初武报林牌进侯府 是为了顾全两家的颜面 我自然知道 这世道从来不由女子 今日 是 我便自己给自己做主 过去种种 譬如昨日死 往后种种 屁如今日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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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你 小心 军上驭次 荫叶城中混入敌国濟座 所有人去日内不得出入 可是平丈夫嫡女 真是我家小姐 开门放人 是 敢问是哪位大人 给了可开门的命令 东厂督主 吉公公 殿下 已经让东厂的人撤住侯府 不会让人找到痕迹 如今三五皇子 伤的伤 残的残 殿下回宫便可恢复太子身份 属下实为殿下开心啊 还不是时机 若是此时恢复身份 并会多方猜忌 恐怕江飞和云飞 也会将两个皇子 伤残之责安在我的身上 道不若继续韬光养晦 坐收渔翁之力 殿下英明 二十几年都等了 我又何必在乎这几日 如今绝世 姑母同阿兄也不会让我再回去 我也不想再回去 别往回看 江飞行轻玉席一事 恐怕背后另有高人 阿兄 我心中有一猜想 在侯府宴席之上 绑架皇子之人 会不会就是东宫太子 你的推断倒是有几分道理 不过太子重病在床 但宫门口守一个吉隆公公 谁也别想探查到什么消息 太子无母族 无世家之耻 又存在南京为治 就算目前形势对他有利 能不能坐得稳太子之位 还是两说 若千百余大卫无缘 父亲准备走坐 你也知道父亲的想法 不是吗 父亲会放弃姑母 转而支持五皇子 那我与江行讲 恐怕要做一对任务 阿兄认为 我宋家大科左右逢远 就是不知太子是不是个稳重之人 能否担大人 这么高的院墙 也不知道是在防谁 好像生怕有人飞出来似的 你这什么小小之储 闯进我家小姐院子 小姐 小姐 你看 这个人好像死了 怎么办 人还活着 就是伤得颇重 夜路更深 摸到人家院中 定不是什么君子 同志 你去拿森片放在他口中 然后捆了送到河边 明日白日 自有人送他去衙门的 二位小姐不必惊慌 再下来此乃是受人所托 受人所托 你怎知晓我在这里 宋晚颇具风谷 若我以外男身份相交 必不招他待见 咱家名叫吉隆是东厂的公公 来此乃是受太子殿下所托 可是东厂多祖 吉公公 正是咱家 公公方才说是受太子殿下所托 前来 不知婉儿可方便问寻一二 不知宋姑娘今日同杂家相谈 代表的是宋家 亦或是宋福 小女未卑 代表不了宋家 这苏堂是南庆颇为有名的小吃 不知太子殿下在南庆多年 可喜欢这吃事 姑娘这话可不要让太子殿下听到 若说这世上谁人最痛恨南庆 那必是太子殿下无疑 想必太子殿下 在南庆受了不少非人折磨 此人举止狂放 似乎并不像的内公太监 不知公公 是何时投入太子会下的 八年前 八年前 八年前太子方回上京 想必公公十分受动宫重视 不知公公可否告知 君上遇刺 可是太子动的手 宋姑娘 聪颖过人 太子回京多年 为何现在才动手 之前不动手是因为皇子年幼 要是军上突然暴毙朝廷毕生内患 私人恩怨罢 太子殿下心中自以百姓安居乐业 国家社稷为要 岂会因小失大 太子大仁大志 大义大勇兼备 实为朝廷之幸 哈哈哈哈 宋姑娘 这阿谀奉承的功夫倒是十分娴熟啊 宋姑娘近日所言 咱家一定会一一禀报给太子殿下 只是 咱家听闻 宋大人似乎也属于五皇子 要是宋家抱有脚踩两传之心 倒要想想日后会不会翻船掉进沟里 此话我会原封不动带给阿兄 即公公行为举止亲 还需再叹太子的对人 我不能吃 自始能吃 如此放纵之人 竟是太子心腹 待我明日入宫 慰问姑娘 宋世义足以放弃千百 虽然本宫知道 这是保全宋家最好的办法 只是心中满是怨对 姑母 眼下千百身子要紧 太医怎么说 逐渐好转 若本宫要留千百一条性命在 就不能耿着他去做黄粱美梦 做个逍遥王爷 未必是件坏事 生在帝王家 往往身不由去 你不争 江妃也不会让千百安度余生 本宫亦不会让江家上位 只是这后宫之中还有何人 东宫太子如何 太子 你怎接触到太子的 婉儿此次入宫 正好有一事想询问一下姑母 姑母久居深宫 可知东宫有一太监名幻及荣 有曾听说过 当年东宫晦气 只有此人不曾嫌弃 陪伴太子左右 那便是了 看来也是一个良善之人 你问起他 是因为太子吗 服太子上位 必定比江家强了些 只是本宫不知太子秉心如何 姑母 百儿可去一探 你笑着吗 天下这模样 像是准备去慧琴郎的多娘家 小心谨慎 生犯何处招了人宴起 胡言乱语 这世间沉溺温柔乡的男子 有几个可成够大爷的 还是你觉得 我是那等沉溺美色 在于情爱之人 属下并无此意 阿地下 自宫公公 自宫公公 听人 你阿兄说你读过很多书 略读过几本 咱家有一事想要请教 太子殿下自幼去南庆为志 不懂那些上京世家 人情往来的东西 为此事心烦不已 不知宋姑娘可否指点一二 吉公公 妾身想先问您一件事 还望公公坦诚 宋姑娘请讲 太子殿下 已苏醒 并非像传闻中那般 重病不起 太子确实醒 只是如今还需韬光养胃 不宜让外人知晓 如此便好 其实太子殿下繁星之事 不过是一些内宅事物 无外乎富贵传流之家 行走坐卧 举止进退 皆有其规矩 如何穿衣 如何吃饭 如此种种 皆有学问 怪不得 从未能与他们真正 相处到一块去 酒肉朋友自然不行 想同上京世子 玩在一处 吃喝为下 就拿官舞厅曲来说 要看宫中风向 若前几日 宫中贵人听了琵琶曲 又大家赞赏 那这几日外出 便多听多赏琵琶曲 这是为何 向人告知 你知晓宫中消息 意思是 咱家知晓这宫中消息 咱家必然有些身份 不仅如此 还能吸引一些同样 知晓宫中消息的人 身份远近 高低立宪 看得懂局势的 立马会凑到一块 你说的有几分道理 只是太子恐怕做不到 这是何意 坐 太子自幼去南庆为之 对于世家的喜好 他一窍不通 哪怕是设宴请客 在世家子弟眼里 也是上不了台面的坐牌 为何太子殿下 不在宫中 安插自己的人手 总比认识那些 高粱顽固抢上不少吧 朝中权贵 几乎全由世家把持 要不能与他们 同流合污 何必这么麻烦 底下办事的人 总不是世家子弟吧 你有法子 公公来自东场 说明太子背后的势力 便是东场 借东场之名 拉拢那些 废世家出身的朝臣 这些人做实事 久而久之 与民间形成力量 关键时刻 揭晓太子身份 如此 太子可润物无声 悄然成为其中一员 宋姑娘有大财 假以时日 带太子羽衣见风 世家自然会收入囊中 在下恳请宋姑娘 为太子师 这 这羽里不合 万万不可 我不过就是一些 小谋略罢了 怎能为太子师 宋姑娘不必妄自斐薄 在下这就回宫 去准备拜师六礼 听说太子醒了 本宫特意来瞧瞧 他到底是死是活 开门 太子还未醒 娘娘请回吧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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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宫倒要看看 他究竟是不是真的贪啊 让开 江妃娘娘 太子殿下已瘫痪多年 平常的吃喝拉撒睡 皆在此处 实在不亦见人 怎么 你这般拦着 是怕本宫发现 你们在装神弄鬼吗 娘娘 来人取废水来 娘娘万万不扯 起开 本宫还以为真活了呢 好生照顾太子 这可是废水呀 殿下您没事吧 我是 南庆飞人的酷刑我都受过 如今不过是被开水烫几下 此番试验也好 江飞一定会认为 我对他够不成威胁 倒是可以安分一阵子 属下只是心疼殿下 明明是当朝太子 却还要被人受冻于此 我从不在意这些 他们施加在我身上 我一定会一一还回去 殿下想到办法了 与其我融入施加 倒不叫 让施加来适应我 你均用小姐的身份 寻一些低品界的朝臣 最好非施加出身 以东朝的名义 跟他们结交 此法甚好 殿下真是从毁多人 这还得多亏了 我有一位好老师 你把这封信带给阿兄 信中写了为何选太子 他看了自会明白 是 小姐 你把这封信带给你 其公公 其公公 宋姑娘 咋家 来替太子弟拜师帖 是 太子殿下知晓姑娘 对规矩礼教很是重视 特地 写了这拜师帖 让咱家带来 我一厚宅女子 何得何能能做天子之事 宋姑娘虽为女子 但是在太子殿下心中 宋姑娘 比谁人都够格做这天子之事 宋姑娘 宋姑娘 炎念君子 温其如玉 光明磊落 豁达坦荡 记得太子殿下如此看重 是臣女之信 臣女 愿为殿下筹谋 天色不早了 咱家先行告退 姑娘今日所言 咱家一定会 一字不落 禀报给太子殿下 都说自如其人 太子殿下落笔囚禁有力 可见是个性情刚指的 字体自成一派 写得随意 可见性情放达不羁 不是个循规蹈矩的 无论如何 这都是除了姑母和阿兄外 头一回有人如此看重我 奇怪 这吉公公 怎么看着好生眼熟 出去 太子如婉儿猜想一般 并非是无能之辈 一个内宅的女子 是如何同东宫有联系的 你就不怕婉儿中了谁的诡计吗 但凡涉及宋家 婉儿必定会慎之又慎 难道父亲觉得 婉儿会拿和府性命 去赌鸽为之吗 行了 此事我已知晓 下去吧 那父亲 要打算如何做呀 孩子告退 啊 这婉儿虽然不是我亲生的 但看她现在流落在外 我这心里啊 难受得紧 老爷 老爷 可是要将她借回平丈夫 敢接走太子之师好大的胆子 婉儿 你作为咱们宋府的嫡长女 你这离府思考是影响全族姐妹的前程啊 听母亲的话赶紧回府啊 今天要跟老龙回府下 柔妍你在府中等着忽然 好屁啊 哎 哎 怎么放到哪儿宋啊 这这这这 这怎么了这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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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没事 只是晕过去了 这这 啊 母亲应当知晓 论父亲的地位 所显玄序出身 本不该如母亲这般低微 父亲爱众婉儿生母 又念母亲品行老实 是以同意将婉儿生母的树妹 取进府做祭司 可父亲实在是不知道 这老实人生了私心 竟比那些笑里藏刀的人 麻烦上百倍 都这时候了 你提这个干什么 您送我回程阳侯府此举 实在是好笑至极 您可知 为何父亲得知我与程阳侯一决 却并未送我回侯府 我怎么知道 若江妃示弱 我回不回侯府都无影响 世人只会称赞 宋家女蒸蒸铁骨 为族抛夫 若姑母示弱 宋家便可用我之事 攻坚江家母妃得心有亏 我便是人正 若双方势均力敌 父亲自然会让程阳侯府 大张旗鼓接我回去 母亲今日所作所为 对宋家没有半点好处 实在是蠢得可怕 聪慧之人行事 果真让人瞧着顺眼 我可是你的嫡母啊 我做这些 不都是为了咱们宋家 夫人 你回家不要跟你对乱说话 婉儿我接走了 夫人 你好自为之吧 婉儿 婉儿在此拜别母亲 回府上的时候 母亲可以好好想想 如何平息父亲的怒火 阿兄昨晚怎么会及时赶来 啊 一个叫吉隆的太监来给我通风报信 说夫人要将你送回后府啊 原来如此 阿兄可知 前几日太子 卓人送了拜师帖来 竟有此事 太子此人行事 果然不拘一格 婉儿有一计策 可助太子殿下一臂之力 阿兄替我将此物 带入东宫 好 阿兄这就去 殿下 小松大人不必多礼 殿下 这是臣妹托臣带给殿下的锦囊 带时机成熟之时便可打开此锦囊 小松大人 可曾看过这妙计 微臣不曾看过 臣妹聪慧 相信此锦囊对殿下定有助力 殿下 小松大人 有人往东宫来了 殿下 微臣告退 允飞娘娘 太子还未苏醒啊 殿下还危险 罢了 别好声照料她吧 江贵妃 如此迫不及待来见太子 看来宋家放弃三皇子了 太子未醒 本宫都要看看宋家如何收场 宋家如何收场 面下 这时江贵妃云妃接会来试她 殿下便可恢复身份 是 这时江贵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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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下 陛下 太子电了 她醒了 尊敬父皇 父皇万福今安 无需多礼 太子忽然来朝 是对南庆之事有见解 陛下 太子南庆为之多年 不留下来 太子南庆为之多年 国家国情 恐怕没有能应对之策 陛下 太子瘫痪已久 虽然醒了 但身患残疾 有爱国体 已无能力继承大统 曾以为 当立五皇子为储君 以振国高 父皇 儿臣在南庆为之多年 全仰仗父皇多年暗中相互 如今终性不辱命 带回 南庆城房图 如此 甚好 辛苦你了 儿臣职责所在 倒是连累父皇 多年为儿臣担忧 是儿臣不孝 五年前 南庆将军之子袁衡 落马而亡 三年前 南庆国军突然暴毙 如今攻来的军队是残佈 目的只是为了威胁震 儿臣认为 可以谈判 太子殿下瑞臣 太子殿下瑞致 折服南庆多年 才让南庆 吃了这么大一个亏 太子殿下瑞臣 太子殿下瑞臣 太子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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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我儿了 来人 为储君 赐座 谢父皇 夏拼保佑 虽然南庆的兵力强于东宁 但也没有一味必让的道理 且往昔一让再让 不仅未得安宁 反而助长了南庆野心 孙大人 太子殿下 万万不可 有何不可 这一礼是宋大人应得的 这段时日 多亏了宋大人 太子哪里话 这都是老陈英做的 这都是老陈英做的 太子 太子 可以 你这几天 对 看我 谢谢 上京城当笑话 见过父亲 父亲 老爷回来了 今日朝堂之上宋家得太子青睐 上京城百官皆知 不如趁此机会 为你和各氏族相看亲事 太子殿下 晓宗大人 快快请坐 微臣不敢 无妨 是 不知 晓宗大人此次入宫 宋姑娘为何 没有同你一起来 在下 为了一些伯礼 想要送给宋 殿下 万儿 身有不便 哦 宋姑娘身体不便 为何不便 婉儿现在 正在府中相看亲事 代价至深不方便面见殿下 他刚回府你们便如此急切地帮他寻求亲事 如此行事 是不将我放在眼里 殿下 殿下 殿下为何如此关心微臣宝妹呀 怎么会不将殿下放在眼里 宋家可是同殿下共同进退的呀 我 我向来把宋姑娘当作恩师看待 对待自己的恩师自然要关切些 这有何不同 好像 并无不同 那 你们都 准备了哪些亲事 来给宋姑娘相看啊 这 吉荣 好 谢谢 赶紧 你倒是悠闲 冬场没事做了 天下是在担心宋总量的事 怎么 你有办法 好一个宋安 定然如此作践自己的嫡女 宋安虽然称不上慈父 但她到底是宋姑娘生父 又不能治她的罪 属下觉得 宋姑娘出嫁百利无一害 你看 这宋姑娘是二家身份 以这种身份就用世家 对她来讲 已然是最好的结果的 只是那些世家子弟实在不堪 哪里配得上宋姑娘 更哪里配得做天子师夫婿 属下又觉得 这宋姑娘出嫁 总必留在品章府好吧 对啊 离开品章府不就行 你说的对 不如 就让宋姑娘来东宫做女官 不受那些人欺负 不就行了吗 小姐 程阳侯府 如今已是物是人非了 大夫人 又回来了 你这小丝说什么呢 看清楚点 不是你家夫人了 宋儿 你终于回来了 前几天老夫人还念叨着你呢 说起你还在府里那些 江夫人 宋儿此行只是来探望 听闻老夫人病了 是是是 快请宋儿进来 这边请 这边请 宋儿啊 请搜独天 请搜她娘 心疏不正 林姑娘 心情不坏 但人也不坏 不能因为她没有自信 就把她宽起来了 什么回事 这是我云游四方带回来的情绪孤本 你若喜欢 别拿去吧 我原来那些手抄本呢 手抄本 前几日家狱没人打扫面子 可能放在库房了 你要是想要我派人去去 不必了几本书罢了 反而其实我 不知道林姑娘现在在哪 可否请程阳后告知 我说了没事别来防我滚啊 是我 宋婉 是你啊 进来吧 我现在很丑吧 因为我生不出孩子 将母处处为难我 行间也不常回来 自那之后 我身体就一直不太好 要不叫人勤抚医去 帮你瞧瞧是什么病症 没用的 我这个叫抑郁症 什么症 我熟读医书 却从未听闻 你不属于这里 林姑娘 你到底来自哪里 我说了你也不信 他们都觉得我疯了 我信你 你的认知和行事方式 远远超过了这个时代 坐 我来自未来 未来 未来是什么地方 未来 就是你们所理解的将来 也就是一千年后 我想过种种答案 再没想到会是这样 乍一听 还挺惊讶的 那在你们那个时代 女子是怎么生活的 她们可以读书吗 在我们那个时代 女子从小就可以上学 我们从小就开始上小学 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 研究生博士或者留学 然后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 然后可以自己赚钱养家 买车买房 还可以买名牌包包 和自己喜欢的人谈恋爱 结婚 怀孕生子 可是 我却不能 我真羡慕 你说的那个时代女子的生活 你被我们的时代束缚住了 我曾经见到你的时候 你特立独行 坚持自我 跟现在完全不同 不受约束 那是我羡慕的模样 可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能怎么办 在我们这儿女子也可以做官 有个地方叫四方馆 接待各国使臣 当然 每个月也有俸禄 我觉得是适合林姑娘的 这算不算林姑娘喜欢的事情 算不算林姑娘自立门户了 算不算帮林姑娘自立门户了 谢谢你 不用谢我 是你自己救了自己 是你自己救了自己 能劝得了别人当官 自己却因为相看之事 自己却因为相看之事 不能解脱 怎么办啊 老爷要小姐选一个成亲啊 我是公孙将军次子 我爹威名赫赫 家中颇有资财 我大小公马贤熟 飞檐走壁 不在话下 宋小姐 你这衣裳不错 手紧段子做的 姑娘真是沉鱼落雁之容 碧月羞花之貌 我听闻姑娘平日里喜爱琴棋书画 我得知后着实是高兴啊 今日见到姑娘 犹如高山流水 玉知音 我看上你了 你给我当个二房吧 呃 哎呦 宋小姐 你这胭脂是在哪家铺子买的 能让人如此百里脱红 成爵爷对这些颇有研究啊 那是 那你可知高山流水出自何处 呃 这 欧阳修的蝶恋花 你可曾读过 这个 那你可知为何百起先行 哎呀 真的完了 想见娘所托非人了 下一位 在下 萧继也 是南国来的游商 萧公子 怎会是你 在下听闻 平章府为嫡长女一亲 特意前来相看 本以为 平章府会为姑娘 选一些 品德兼备 气宇宣扬的良善之人 这样的人才配得上姑娘 怎知他们都不是 相看非我本意 我倒认为应该找一个心意相通的人 谈婚论嫁 那这些人 连高山流水 诗词歌赋 为其之道都一窍不通 要怎么称得上和姑娘心意相通呢 萧公子知道 写说来听听 这高山流水 本为天下一名曲 于伯衙和中子妻的知音之交 令人感怀 只怕是启文孩童 也知晓这个道理 至于为何白子先行 前人认为围棋当中 融入了阴阳学说 白为阳黑为阴 阳先于阴 以白为尊 故而白子先行 萧公子果真博学 真难以神人也 这些啊都算不上什么 这亲不相也罢 我带你去个地方 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便会来屋顶上坐坐 这地方倒是安静 是个好地方 我自小便游历四方 也曾因各种不得已的变故 留在了异果他乡 所以身困灵雨 身不由己的滋味 我明白 之前我为顾全江送两家颜面 抱着林牌进侯府 双聚之时 我想着 都能出了院子 出了侯府 便能选择自己想要的那一生 则一人携手 共度余生 共度余生 宋姑娘很是勇敢 谁知 婚事又还是不能如自己所愿 生在帝王家身不由己 人人皆有不如意 想来我们也是一样 南庆有一处地方名唤云离海 每当那处日生之时 云中便涌起浩瀚烟波 浑似天地倒斑 海入云间 看见此景 我便也想通了 原来如此 这地方我以后也想去看看 萧公子 我们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 有人自会相见 阿兄 你此次进宫 帮我把这封举荐信带给太子殿下 就说林姑娘知晓八方 精通各国事务 我想举荐她去四方馆 担任志使一职 负责接待各国女眷 婉儿放心 阿兄定会帮你带到 恒旨 你去帮我把那件披风拿来 夫人来此有何事 婉儿啊 上次你跟那些世家公子也相看过了 你更中意哪个 我 我没有中意之 你这还挑上了 你要知道上次那些啊 都是咱们上京城的名门望族 很多普通姑娘想看都没机会的 小姐 外面天气也不冷 怎么样披披风啊 肖公子找到了吗 肖公子 没有这个人啊 被婆说找不找 像那些不知名的富家公子呢 找到了基本上都是不靠谱的 你就认命吧 大姐姐不要担心 一定会找到的 奉皇帝圣旨 太子令旨 封宋家敌长女为 太子少师 亲子 臣女领旨谢恩 太子少师是什么 大姐姐见过太子殿下 不得无理 成何体统 太子殿下对宋姑娘称赞有加 希望宋姑娘可以尽快入宫 接手少师一职 眼前这位是吉公公 那之前的那个吉公公又是谁 婉儿 听闻太子殿下找你入宫了 阿兄 如今太子殿下 以命我为太子少师 也就意味着 宋家和太子的命运息息相关 不论这次夺敌的结果如何 我们都不能再回头了 阿兄明白你的顾虑 太子确实看中宋家 也屡次帮助你我 宋是一族 有则必偿 有恩必报 如今我们便全力辅佐太子 阿兄与我同心 如此我便放心了 婉儿 这些是你以前看过的书籍 阿兄一直帮你收藏着呢 此次入宫 你就全部带给太子殿下吧 这些书籍并非古本 太子殿下为何要用我用过呢 阿兄将收藏的一些古本 给太子殿下无意间 夹带了一本你的书籍 殿下看到了 许是觉得有你的注解 更容易阅读吧 这样啊 无日三选无身 怎么会 参见太子殿下 参见太子殿下 宋氏长女 参见太子殿下 小姐 方才那个可是太子 身着降袍 脚踩赤细 定是太子无依 你二人跪在此处做什么 快起来 做什么呢你 阿兄 方才太子殿下来了 太子殿下 在何处 不知道 掉下这个就跑了 怎么是我的比较 我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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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去找宋姑娘 殿下 您这是怎么了 别吵 吴吏雲负责 负什么责 你先下去吧 我一个人待会 是 是 我既然对宋姑娘起了邪念 我理应负责 因南庆做质子那段时日 受尽折磨 我 我居然对宋姑娘生出了亲近之心 竟然不知不觉地心愿于她 哎 今日之局实在是蠢得很 玩玩不好了 前朝发生了大事 恐怕对太子不利啊 出了何事 今日早朝江兴俭向君尚提出了调整官吏制度 非世家出身的大臣 不可出任重职要人 如此一来 你对太子提的笼络朝臣之计怕是无效 君尚是如何决断的 君尚虽然还未答应 但江兴俭用世家商贡之事引诱 君尚很是看好 君尚若是答应便麻烦了 玩 到时江家必会失大 所以我们必须得找到一个办法 来牵制程阳侯子 阿兄 婉儿想到一件事 程阳侯在江兴俭炸死那六年 总有一笔银钱去向不明 婉儿认为 当初江兴俭在边疆炸死 是为了豢养私兵 如果此事是真的 那我们务必要找到豢养私兵的证据 真正确 杨孺 你还想到此事 因此你能找到 吉仁俭炸死 我怎么能找到 一切心 重要是 小兴俭炸死 tror我 之前在宫中只能以吉隆的身份苟活 这方让少师误会 但我绝无戏耍少师之心 你万不要如此想我 只是吉隆吗 我知晓自己所行不端 实非君子所为 但当初乃情势所迫别无他法 这方唐突了少师 殿下以内侍身份与我相交 不仅不合礼数 还有萧公子 萧姬也隐识我 虽然身份有所欺瞒 但我与宋公家相处时 所言皆是真实的 殿下给予臣女少师身份 为臣女解论 臣女感激不尽 既为殿下谋事 为殿下分忧解难 可我若是不详 你只是谋事呢 我想让少师入东宫 你太不妃的身份 殿下 你想让婉儿入东宫 此时此刻甚是不妥呀 我尊重她的选择 不会要挟她 我知道殿下不会 可是宋家断然不会让敌长女做妾事 哪怕是东宫也不行 怎么可能是妾事 我的老师自然是正习 是太虎妃 此言真心 绝无欺骗 看来殿下已有万全准备 可是眼下 婉儿恐怕没有这个心思 小宋大人放心 我以真心待婉儿 愿意等她慢慢接受 好 只要你好好带婉儿 婉儿也会好生带殿下的 不知小宋大人 可否将我的书归还 书 什么书 婉儿的书 待婉儿回来 我会亲手送给她 还是由我亲自归还好些 毕竟是我拿了婉儿的东西 理应原样送回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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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京两大士族 成家和魏家 都更偏向于拥护五皇子 这对殿下来说 恐怕甚是不利啊 其他世家如何 揭示观望状态 大部分世家 都在看成魏两家的态度 才决定如何站队 如今殿下已然归位 可有什么办法 来巩固世家 不急 带我 先前去世家考察一番 再做决定 殿下 我已经派人去了城府打听情况 这次来 势必要拿下魏家 公子来 可是有求于魏家 不知姑娘是何人 公子以我对于一局 我便告知你 姑娘先请 宝珍 婉儿 许久未见你 进来可过得安好 自从进入侯府 咱们就慢慢断了联系 我经常怀念 我们小时候一起玩乐的日子 你坐 听说成家也在为你相看亲事 你今日怎么有空来寻我了 来你这儿躲个清静罢了 家里那块事 看着就烦 便说相看这事 门底低的 我们看不上 门底高的 看不上我 宝珍 我不许你这么说 你性情直率 毫无世家小姐的架子 我来查 若是他们嫌弃你 那是他们没有福气 公子好计谋 先是低声折服 后步步为营 如此深思远虑 是我记不如人 我认输 魏姑娘奇异精湛 从不畏惧与我正面交锋 且为那些阴招损数 不屑一顾 看来 是个轻正廉洁 德才兼备之人 只是不知姑娘 为何掩面时人 只因我出生时 脸上便带有胎记 世人都知 魏家女自小便 生了一张阴阳脸 看见的人 无不心生恐惧 又有谁 在乎我的所思所想 面相算什么 若是个无用之辈 于设计也无功 魏姑娘才华横溢 若是用到合适之处 定能成为天下人 学习的对象 公子妙在了 赶完公子 学习奇异多久 也不算久 只是有一位好老师罢了 在下告辞 殿下 殿下刚才所言 魏臣都已听到 魏臣感激殿下 能够理解小女 魏大人放心 魏姑娘即便是不嫁人 我也有办法 让她获得这天下人的尊重 多谢太子殿下 父皇 儿臣则选了三位世家女子 这三位女子皆是德才兼备 儿臣想向父皇请旨 将这三位女子调入宫中入职 一来可以教导宫中年幼的皇子公主 二来亦可宣扬我朝能人善用之名声 太子此话 倒是说得有理 陛下 太子殿下吃法或是不妥 老臣可否问一句 不至于太子殿下心中何样人可成德才兼备 魏大人之女魏清灵 自幼因胎记缠身至今未曾出嫁 众人皆对其相貌议论纷纷 却也不曾忘了 她曾是上京有名的才女 自幼便能过目不忘 三岁熟读四书五经 五岁临摹顾凯之画作 谢太子殿下 成家嫡女成宝贞 相貌端庄 性格爽朗 身份显赫 只是因为吃得太多 喜欢用武 遭人嫌弃 但是我曾记得 成姑娘在今年秋冽时一名惊人 呈现出的奇摄天赋 竟然比许多男子还要优秀 谢太子殿下 至于这第三位 当属尚书大人独女那般的 太子殿下说的可是 宾部尚书从被狼咬上的大女儿 自然 此女笑感动天 狼头救人可谓一勇双绝 此等德行方可称得上为女子典范 小女一直闭门不出 如今怕是年岁已大 年龄算得上什么 这些女子皆都令人钦佩 若是来日拟定人选 还需派人去各位大人府上询问 若是他们不愿入宫 则赏黄金五百两 放回家中 殿下贤明 老臣妇小女谢过殿下 太子殿下 以下爱您 既如此 这件事便交给你去办吧 儿臣灵旨 听完你帮了程家女 让她入宫做女官 宝珍是我幼年时最好的朋友 如今她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我心中很是欢喜 谢谢你 是婉儿的锦囊记帮了他们 也不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务 锦囊记 原来你还记得 她竟将此事放在了心上 不论如何 这次世家各族都臣服于对下了 其实不论臣不臣服 我都想让这世间女子 不再受欺负 不受歧视 也不全是为了朝堂争斗 看来之前是我误会与她 少师不好了 南京使团在四方管闹起来了 南京公主伤我东宁值 将她拿下 南京勤战 拜见东宁国君 本王妹妹方才在四方管大闹脾气 只因是路途遥远 思念家乡所致 还请圣上见谅 想必是一路周车劳顿 有些疲惫 无妨 多谢圣上 只是本王有个不请之情 还望圣上应允 你说吧 我妹妹秦饶 与太子二人 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 如今她是东宁太子 我妹妹秦饶是南京公主 于公 于私 都称得上天赐良远 如果东宁愿意与南庆联姻 南庆愿意为圣上献上一座城池 王子想以献出城池一事 来劝说圣上给太子联姻 可下官听说南庆王早已想献出城池 来求助于东宁相聚于南庆 且如今上京人人皆知 王子 没必要在这里惺惺作态 你是何人 敢在本王面前大放厥子 吏部侍郎 送福 我猜 是南庆要亡了 是南庆王要败了 若非如此 怎会做出这各让城池之事 多年不见 没想到蛮奴竟然还是将南庆了解的一强二重 不知蛮奴是否还记得 当年 本王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 本王多抽你一遍 便是多恨你一分 原来他之前没有骗我 在南庆的那些经历 都是真的 你敢说 南庆军营忽然爆炸不是你做的 奉毒瘟疫导致无数将领暴毙 不是你的手笔 我只是把你对我的所作所为 还给你吧 阴险狡诈之徒 我南庆 不会放过你 小姐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横使在很小的时候来到平丈夫其实是逃难而来 记得当初你父亲带着你一路颠沛 我记得好像是从 是从奉都旁边的封城而来 当时南庆即将破城 厌世奉毒的瘟疫阻挡了军队 横止才侥幸逃脱的 原来太子殿下救了这么多人 阿湘怎么来了 啊 与殿下商议南庆之事 万儿 殿下在里面等你 殿下 今日寻少师前来 只因我想同邵师做个交易 什么交易 一箭竖雕的交易 我想让邵师入太子府 此事我已经跟殿下 邵师请先听我说完 之前我迫不得已 隐瞒身份欺瞒邵师 但是我对你对宋家从来没有恶意 少师一知我自幼去南庆为志 莫说是这读书识字之进退 便是让我看几分文邹邹的折子 都颇为费劲 所以我的身边需要一个人 一个有能力辅佐我 性格沉稳 且能保全皇家颜面的人 思来想去 觉得唯有少师的人品学识 足以圣人 当然 我不会白白让少师受委屈 只要少师愿意 我必以后卫许知 殿下 此言真心绝无其满 少师不必惊讶 这是我同宋家做的交易 宋家 是 若不是与家中通过气 刚刚阿兄也不会是那般神色 我敬重少师学父武车 时不忍少师之前 因所托非人 更要落个碌碌一生的下场 倘若少师愿意加入太子府 与你阿兄 亦或是云妃娘娘 都只有益处 少师不必担忧 一切由我 只要少师肯加入太子府 其余一切 巨都有我来办 确保万物一失 全凭殿下安排 不打扰殿下 臣女告退 宋氏侯爵宗亲 宋家女 聪慧贤德 温良温厚 品貌出众 得太子属义 今上成天命 下顺民心 册封为太子妃 择日完婚 亲此 臣接旨 宋大人请请 老板急功功了 请留下用茶 今日为了正事 宋大人无需如此客气 恭喜宋大人 贺喜宋大人 宋家女得太子属义 恭祝宋大人高升 谢公公大人 这些 都是给我家瑶儿的吧 娘 是宋家长女宋婉 宋婉 大人 不是宋瑶吗是宋婉 怎么可能是宋婉啊 这宋婉不不不 公公就叫了 奴家告辞 快让府上快些准备吧 哎 哇 都是呀 不时 triple 五 不是呀 嗨 是啊 是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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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禮 而進大內 素頁勤善 孝敬無為 受太子妃測書 爾夫有訓 爾當進城 百官朝拜 以臉挺服 眾卿平身 好 宋少師 玩 你阿兄说 你喜欢吃酥糖 酥糖 你我二人先前也算相识 你知晓我的性子 我对你有所了解 现如今 你既已成为太子妃 我也必会 许你以后卫 那我们 便做一对寻常夫妻好不好 你不必着急回答我 先听我说完 自古以来 地后的感情多有不和 皆是殷琪 掺杂了太多的算计 但我知晓婉儿新兴 你必不喜欢这些 殿下你我一心 庆幸你我如此 我自幼去南庆为至 见识了太多人心险恶 我不想往后余生 还要于睡梦之中 提防我的枕边人 殿下应是知心人 万儿 你我二人皆知这真心难得 可是真心总要有一个人 先展露给对方 若我能以真心换你心 我愿意先将其抛出来 愿你查验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酥糖 我小的时候经常吃这些 阿兄下了学也会给我带 可是后来 后来嫁进侯府 就许久未曾吃过 反而你其实不必如此试探 我若是低看你二嫁之身 便不会让你嫁入太子府 侯府双居之时 吃得总是大多清淡 少肉无酒 久而久之 便觉得这酥糖过于甜腻 那你以后要是不喜欢吃什么 一定要告诉我 我不知道如何做一对寻常夫妻 但我想试试 我亦不知 那就先从你 不习什么开始 如何 马儿 你先歇歇 我改日再来看你 坐这寻常夫妻 若是此刻开始 我二人可携手同心 真诚以待 说不定就可以像市井中 寻常夫妻一样 相互扶持 度过余生 有些人 那如果你们等待 咱们去 孙下 三王婆到哪里去 我说殿下 怎么今日 不去陪太子妃了 你打听这个做什么 他又不给你们冬场管 江飞这几日虽然比之前有所沉寂 只怕是在暗中谋划着什么 你派人盯紧点 属下明白 你 这种事怎么能让婉儿来做 殿下 玉帝传来消息 不是已经从国库拨了银子去赈灾吗 这灾民的数量为何还是有增无减 殿下有所不知 从上京到玉帝这中间 经手了官员不少 耿泽灾的影响到了玉帝 只怕剩的不多了 婉儿可有办法 与其用钱财赈灾 臣妾认为不如直接发粮食给灾民 而且得是粗粮 粗粮市价低又不易倒卖 大米和白面反而容易被贪污 婉儿说得对 若是发粗粮 这粮食便可省去层层剥削 发送到灾民的手里 可以救更多的人 姬容 你即刻去办 是 殿下 婉儿之好 并非我一人见到 姜行俭不懂 从前的我也不懂 可是如今 我懂了 不懂 你武奸还未用膳 我让人传膳 你用些东西 刚刚吃了点点心 现在还不饿 那 你帮我诵读奏章 这不合理说 你便读吧 那一对全是些废话 玉帝赈灾之事 已处理得很好 为父皇分忧解难 是儿臣职责所在 可是 依可知 自你成婚后 上境逐渐 出现了一些流言蜚语 既是流言 父皇便无须担心 用不了多久 便不攻自破了 恐怕没你说得那么简单 如今民间都在传 当朝太子妃 乃是二驾之身 尚不得台面 你让周遭各国 如何看待我东宁 陛下息怒 太子殿下 并非不顾皇家颜面 而应该是另有化解之法 陛下 尚书大人说的在理 殿下行事向来深思熟虑 想必太子妃定有过人之处 才能得到殿下的青睐 那 我希望你早日解决此事 我要让朕 对你失望了 退朝 不顾皇陛下 陛下 今天发展肯定是听信的谗言 如果没人在 二位大人留步 方才 多谢二位大人出言相助 太子殿下无需多礼 我等都相信殿下的能力 尚书大人说的几事 微臣告退 呃 殿下卢伯 成大人 呃 我家小女与太子妃 是龟中密友 娘娘是臣看着长大 殿下要真想解决此事啊 您不如可以这样做 您看 如果娘娘 宴会 是 最近外界对你的传言甚多 我虽不屑一顾 却不想看他们 趁此机会摆唤你名声 借此机会 让世家瞧一瞧 让他们看看 自己的目光有多么短浅 你可愿意 殿下放心 这等事情 对婉儿来说甚是容易 宝珍 林姑娘 见过太子妃娘娘 婉儿 我刚刚进来时 见太子府甚大 你怎么选了这个院子呀 来仪阁 听起来不普通通的 有奉来仪 说明太子对娘娘情意深厚 还是你有文化 哎 怎么突然想起宴请宾客了 是有什么事吗 婉儿如今备受世家诟病 指不定以后会怎么样 要早做打算 先做吧 好 好 这是何物 这是太子妃为各位世家贵女们所准备的 竟然是口纸 这里有口纸 水粉 和铜镜 是怕各位世家小姐们用完膳后所需要 还有这个 这个叫做湿巾 是各位用膳前擦手用的 这样大家就不必用水盆了 没想到晚而如此惊喜 连这些小事都照顾得到 太子驾到 诸位联礼 听门 罗夫人和魏夫人不失辛辣 所以此番设宴特意以饮食清淡为主 王御使夫人和赵小姐 不食羊肉 所以特意啊 让仆人把这食谱上的羊肉换成了猪肉 啊 还有齐将军 齐将军曾经早年帮东营赢下了敌方树座的城池 腿骨受伤落下了病根 每当这天气转凉之时便感觉身寒体痛 所以早早的让仆人为齐将军背下了这探盆 变下贤名 其实不妨告诉诸位 今天设宴这种种准备 都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个人 他呢常常在困难的时候相助于我 既是我的恩师 也是东宁的太子妃 诸位用过扇之后 亦可在府中游玩 文有酒令 自令 对意观花 吾有 宾夕狩猎 醋鞠投胡 千钩锤完等 太子妃见多识广 臂下佩服 太子妃如此鲜能 云仙在侯府的时候 本宫倒没看出来你有这般能耐 倘若真是有些本事 又怎会任由一个外侍女 抢了你的风头 连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子都摆平不了 太子便在各家氏族面前夸夸其谈 说太子妃如何如何有才学 但真是不能令人信服啊 不知江妃娘娘想要如何 耳听为师 眼见为师 本宫有几个问题 你敢不敢答 娘娘请问 民间的庄子上 一直流传着一个数数问题 困扰了不少百姓 不知太子妃娘娘 是否有些巧思 金有智兔同龙 上有三十五头 下有九十四足 问智兔各几何 这不就是跟金的同龙问题吗 小学水平 这个问题之前太子妃娘娘教过我 假设 让笼子里的所有兔子都抬起两只脚 现在笼子里有三十五个头和七十只脚 比十几脚的数量少了二十四只 现在再让所有的兔子放下两只脚 没少两只脚就说明笼子里有一只兔子 少了二十四只脚就说明笼子里有十二只兔子 再用总数减去十二就是鸡的数量了 因是二十三只痣十二只兔 怎样答错了 娘娘答答对了 二十三只痣十二只兔是正确答案 这一只兔子 婉儿真棒 婉儿虽曾 身愧于身宅之中多年 但是她的才华 却不仅局限于这身宅 她胆大心细 果敢聪慧 实乃女中诸葛 南庆王子尚书要求东宁出银三千万两 并将两座城池交予南庆一座赔偿 南庆言而无信 别说三千万两 就是二两银子也给不到 可可换两座城池 父皇未居南庆已久 不然当年也不会将我送去南庆为之 父皇的意思是 让我代表东宁 去和南庆谈判 你要去南庆 树河 去了那边南庆也会派人过来 就怕他们不怀好意 南庆兵力远超东宁树北 你可有把握 虽然南庆的兵力强于东宁 但也没有一味避让的道理 且往昔一让再让 不仅未得安宁 反而助长了南庆野心 我虽并无把握 但男儿马格果实 九死亦无悔 殿下何时处中 应是后日 世人常说 举案齐眉 白头偕老 婉儿觉得 白头义 偕老难 自殿下对我说出 赋予真心待我察怨之时 婉儿便倦此情足矣 殿下心有抱负 身怀家国 婉儿余有荣焉 大义为贤 我那时 我那时 我不知道自己已经起心动念 虽整日惦念着您 但却总以遵你为师做借口 如今想来真是可笑的厉害 不知婉儿那时 不知婉儿那时见我 是什么样的模样 当时殿下 以吉容自成 我就觉得这公公怪异得很 又不是东厂之人 又不像东宫储君 总之惹人怀疑 却也足够鲜活 殿下 可觉得婉儿无趣 婉儿说什么傻话 于我心中 婉儿是最有趣的 婉儿的一贫一笑 一指一动 都让我强不够 殿下今夜 可些再来一个 婉儿 主席 你若不嫌 我可就要祈师灭祖了 Sho organization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什么 如今朝中上下人心惶惶 百姓议论纷纷 这绝不可能 殿下定是中了男亲的诡计 横指 你随我入宫 我要见姑母 是 送马求救姑母 还请姑母开门 娘娘 明妃娘娘此时宫门紧闭 想必是不会见我们了 姑母 太子殿下心怀家国 断然不会做出这等 投敌叛国之事 此番 必是中了男亲的诡计 生死难了 还请姑母 恳请圣上出兵戍 不合 娘娘咱们回去吧 姑母 从小到大 反而从来没有求过你 这是我第一次求你 请姑母开门 四方管办事 方圣上这面前来 你瞧这不太好 受了点惊吓 要无大碍了 我看到府门口 全是宫中侍卫 可是因为太子的伤 如今宫中人人自卫 巴不得跟太子府撇清关系 今日我进宫了一趟 受伤将我禁足了 有什么我能帮到忙的地方 我尽管开口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一定竭尽全力 南庆之前向朝廷 索要赢钱三千万 我害怕他们 因为此事要挟太子 如今国库亏空 内躺无一物 我想让世家各族 众筹这笔赢钱 他即便再不喜欢我的出身 也没必要这么急着让我去死 属下不解 身上这是何意 他怕是私下里跟南庆做了什么交易 表面上看是谈判 实则是把我再一次送给南庆 苏宇圣上 让陛下来束和 恐怕只是为了 做得朝中中人所看 目的是暗渡神仓 与南庆暗渡完全 太大人 真多 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过都无法报约 陈灵局 我觉得可行 但此事恐怕我一人无法能成 还希望你为我引荐几位朝廷官员 等他们协助才行 我帮你写张帖 你可去寻阿兄或者爹爹 好 OK 交给我吧 你就在府里 等我的好消息 你说太子死在宿河了 娘娘 确实如此 我是从南京那边打听到的消息 听说太子妃得到消息便宜了过去 倒是好多人都看到了 真是天助我矣 本以为搞臭了太子的名声 便能不让他回来与我作对 谁知他居然自己找死 是啊娘娘 如此一来便无人与五皇子争斗了 那算我自诩聪明 以为我揪着五皇子的怜悦之事不放 殊不知 那不过是吸引他们注意的烟雾蛋罢了 去太子府 你不是应该还在昏迷吗 怎会 若我不晕倒 怎会引来江飞娘娘 怎会知道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竟然就是江飞娘娘 原来你是装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罢了罢了 本宫不想演了 你去自己看吧 本来是想瞒着你 但是你怕你担心 如今还是告诉你好了 这些都是太子的计划 嗯 自上今的言论公解你的出身开始 太子便怀疑 这背后谣言是有人在操弄 目的是想透过你 来打压太子 让太子失去民心 正巧 透过南庆一事 让幕后之人扶出水面 娘娘娘 机关算尽 却又其差一步 如今 便等着皇上至罪吧 哼 本宫不过是听闻太子府 来了贼 来帮太子妃捉贼罢了 何罪之有啊 自然是你与南庆通敌之罪 自然是你与南庆通敌之罪 你胡说什么 我要学口喷人 解决他 你 你没死 将为公解 请你 我更清楚 把他带下去听闻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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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你死了 疼吗 疼吗 由却 说 你不含为我 来 Allahu 这样就不疼 我以后不会再欺瞒你了 我们不会再分开了 伍王万岁 万万岁 为之十二载 闲死还生 几番恶劣处境让我从不信天地鬼神 可自遇见你后 我方信了天子血脉的确乃有福之躯 万儿 我把这天底下最好的 最尊贵的给你 让你可做这天底下最恣意放肆之人 圣上 众倾平身 谢陛下 新帝登基 班照天下 改年号为太安 朕今日登基 当行孝林之道 尊先帝一命 尊云妃为皇太后 尊太子妃宋氏为皇后 大赦天下 免赴税三年 自今日起 我朝女子皆可为官 有才能者皆可上书 要正亮人笑 平身